要学会把命交给观音菩萨 作者 福安谷观音阁 上次写道 让大家发愿 把命交给观音菩萨 如果做到了 这辈子一定成就 做不到 就无法成就 但是把命交给观音菩萨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呢 你想想看 我们很难对菩萨产生信心呢 有个师兄生病了 来发愿 发愿后 就等住菩萨给他治好 因为他发愿做不失造观音像了 菩萨也同意他病好 但是他就是担心 到底会不会好呢 所以呀 凡夫都会以个人的支线 去度量菩萨的境界呀 你看 把命交给观音菩萨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怀疑心重啊 也因为信心不够 学佛最重要的是信心 记得前年 我在观音菩萨发愿 我说 观音菩萨呀 我下辈子就交给你好了 好好的做佛教事业 你要加持我呀 从那以后 我就时刻感受到观音菩萨给我的加持 把命交给观音菩萨 就要时刻的向观音菩萨提倾啊 当我们出现任何问题时 一定首先的要向观音菩萨祈求加持 而不是算命啊 看向啊 找个风水先生 这一点很重要吧 很多人归一三宝后 出现问题 就找算命的 或者去求神 这就是不对了 观音菩萨是我们最重要的人 最能救苦救难的 有智慧的人 应该要时刻想到 找观音菩萨加持啊 每当我出现问题时 我就想到法华经说的一句话 若有众生受诸苦恼 闻是观音菩萨 一心称明 观世音菩萨及时观其音声 接的解脱 你看啊 我们天天送普门品 但是苦恼来了 佛陀说 你要去念观音菩萨圣号啊 就可以得到解脱 但是我们平常信心不足 常常一苦恼 就忘记了观音菩萨 因为观音菩萨有十二个大愿 其中一个 就是寻生救苦 观音菩萨寻生救苦 你有苦难 就要求观音菩萨 这个和观音菩萨的本愿相吻合 这就是对了 把命交给观音菩萨 这样很好 但是能做到的人 不多 只要做到了 一定可以成功 有这么多的 你不停 出门 就会个大愿 就不停 你不停 你不停 就会有 faithful 给予你 交给了 保持不按照 还能为 普通人 你不停 还是 你不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